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徐啊 今天小徐帮我的徒弟啊淘了一辆二手车 这个车啊特别的具有性价比 才三万多块钱 现在车已经开回来了 具体是什么车呢 请跟小徐一起来看一下 车已经到门口了 看一下车已经开回来了 标志301 车子开回来了 好不好看吧 我来看一下 这个车这么新啊 真的太新了 我都没想到这车居然会这么新 18年的标志301 帮我小徐弟淘的 他刚刚才拿驾照 看到没有 18年9月份生产的 三万多块钱 性价比太高了 这个车是从成都开回来的 这车真心不错啊 7万公里的样子 没有调过表 然后车里面啊 就是有点简陋了 这什么玩意儿了 这是 马上给他改个大屏 一下这个B格就上来了 手动挡的 这法系车的手动挡挂着真的挺舒服的 这是手刹 这个手刹我特别喜欢啊 有种开飞机游艇的感觉 座椅坐着也挺舒服的 包裹性还行 唯一的缺点就是布的 但是布的呢 透气性比较好 哇 这个扶手箱更简陋啊 直接都没有盖子 我去 直接没有盖子 简约时尚啊 看一下发动机 哇 还是烧的天然气啊 这个车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 三万多块钱 买个二手法系车 太香了 看一下后备箱 后备箱的空间也蛮大的 还有一个大大的天然气罐子 这个车开着真的比较省油 这个车跑过滴滴的 无所谓啊 价格这么便宜 难道不香吗 马上让徒弟上来看一下 买了行车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巴实 虽然是一个二手的 是的 但是三万多块钱还是比较值的 太香了 我们给它装这个中空大屏 装好了之后呢 看着就没有那么简陋了 好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这台标志301 你们觉得这台车划不划算啊 我个人觉得蛮划算了 三万多一点的价格 买一个18年的车还要怎么样 而且这个车的公里数是真实的 不到7万公里 当然啊这个车便宜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引转飞 是那种营运车转飞 60万公里强制报废的那种 不过也无所谓啊 像我这小徒弟 让他开的60万公里可能要开30年 其实咱们买这种两三万的车啊 就不要在乎那么多啊 哪怕它就是15年报废又能怎样呢 你难道这个车你两三万块钱 让你开12年你还不乐意吗 对吧 更何况是60万公里报废这种 好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